第三题下列反应的净离子反应方程式 我们选出正确的 A选项 氯化酮跟氢氧化钾 这时候产生的是氢氧化酮的沉淀 当沉淀物 沉淀反应出来的时候 我们先把沉淀物写在后面 把它分散在前 氧离子、氢离子分开放在前面 就是净离子反应式 A正确 B的地方 钠跟水是氧化还原 产生出来的物种 可以解离的氢氧化钠解离开以后 跟前面的东西长得都不一样 所以没有办法做消除的动作 B就是一个净离子反应式 C选项 碳酸钙加盐酸 好,碳酸钙加盐酸 反应之前的碳酸钙 它是一个难溶的盐类 难溶的盐类 我们不能把它变成离子呈现 如同若酸、若碱一样 必须以完整的化学式呈现出来 所以后面 红色的反应式 才是净离子反应式 这边不能省略 第四个 碳酸钙跟氢氧化钙 刚刚提到的 碳酸就是一个弱酸 弱酸也是要以本身的分子完整成限 不能把醋酸钙消失掉 那反应之前不会看到很多的醋酸钙 会看到很多的醋酸分子 所以前面是完整的分子 后面是醋酸钙 这两个长得不一样 所以不能消 所以弱酸跟强碱 不能用这个式子 氢离子加氢氧跟产生水 来呈现 第四个是错 第五个 氢加盐酸产生氯化氢加氢气 那盐酸的氯离子 跟氯化氢的氯离子 是没有反应的 可以消掉 所以后面的红色 才是第五个选项的 净离子反应式 那这一体正确的是A跟B